传说洞中有妖精 这是位于丰都鬼城的一个神秘洞穴 以前当地老百姓都不敢从此路过 据说只要有人从此路过 就会被白雾一下把它吸入其中 消失不见 我说这里还有个来的 别说的是那是真的有妖怪汉 真的有妖怪啊 说的是过路都不敢的 过路都不敢同那里 朝午的往前都把往下切 哦 朝午的把洞往下切了 我们进来就去看一看一头 到底有没有妖怪 现在我们从桥上面锁降下来了 这个桥的高度是在40米左右 然后我们现在沿着河道 继续往这个洞穴深处前进 传说这个洞穴就比较吓人了 这个洞口一起雾 一个罩子 那个雾就会把人罩进去 特别的恐怖 这里地上有很多这个 死掉的鸡 我们走快点 走到洞口了 洞口真的有这个白雾 和老乡说的一样 就是不知道这个白雾 会不会把人给罩进去 其实这个是一个 反正说故事 它其实就是这个 鸡虾和水啊 鸡针器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白雾 领孤器和热孔器这样的一个交换 形成的 并不是像老乡说的里面有妖怪 那个雾会把人给罩进去 我们继续往下走 慢慢的 然后从这个山上面 流了这么一汪浅水 流到了这个洞里面 相当于那个河道平时都是干的 只有涨洪水的时候才会有水 平时的话就是这样的一股 山泉水流到了这个河里面 我们现在继续往这个洞道深处探索 这个洞道 从这个结构来看的话 这个洞道是特别的深的 应该 看一下我们刚才把无人机就是飞到了这里面来 这里面很原始 一点人为的痕迹目前都没有看到 然后在我们正前方是出现了一口痰 看一下 这个痰的水 非常的清澈 绿油油的 这个痰的深度 大家看到没有 水很清澈 然后一眼就可以看到底 很好看的用这个电筒 好我们现在继续往内部探索 然后深潭到这个地方 水是从这个乱石堆里面消下去了 还是在这个石头的下面 但我们现在继续往里面走的话 到那个地方应该是一个裂缝 或者是一个树井 具体是什么还不清楚 我们现在继续往里面走 现在我们从那个地方走到这里来了 然后这里又是一个水潭 看一下 很清澈的水 然后从这个地方成一个裂缝 下去了 我们走到那个地方去看一下 可能在这里要做系统 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洞口 像个啥 像一个人的头部啊 一个圆圈圈 像一个瓶子倒扣着 是不是 特别像一个瓶子倒扣着的 很震撼 这里面还是有一点垃圾 毕竟是有核 这个 涨红水的时候 把这些地面上的垃圾 带进来 如果说它上面是一个 没有人居住的话 这个核道就相对于 要干净很多 这个水液是很清澈的 太清澈了 清澈了 都像没用 哇 这下面是一口痰 一个痰接着一个痰 看一下 这个水潭下来 这里又是一个薰痰 然后我们在这里要做系统 然后横切 继续往下走 好 我们继续前进 现在我们从这个地方 横移过来了 穿越的是这个水潭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潭 也是特别的深的 至少也有个一米多 然后我们走到这个地方来 往下走的话 应该是一个树井 我们来看一下 哇 这个有点深 看一下 这下去之后呢 又是一个大水潭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只有往这边横移 如果移的过去的话 就过得去啊 如果移不过去的话 可能就会掉到这个水潭下面 水特别的冷 好 我们现在继续做系统 从这个地方 往下探索 现在我们在刨过座的这个地方 做了一个七十毛点 然后是打的横切 然后再看这个水潭的话 其实也并不大啊 然后过去 在那个地方又是一个吊坎 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做一个点 垂直到那个平台 然后再横切一步就可以过去了 好 我们现在继续往下探索 这个洞厅特别的高啊 底下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从上面索降下来了 也是横切一直绕着水潭走的 下来之后 这里这个水潭 大家看还是蛮大的 然后过来又是一个吊坎 然后下方的话是一个浮流潭 这里的水流到这里面了 消掉了 然后那边的洞道的话 是往上延伸的 就是说两个洞道的水 最终是流到了这个浮流潭 这个潭底的话 应该是有一个洞道 然后可能某一天它就会 来通 通了之后 那个水就一下子就掉下去了 这里就形成了一个树井 有可能啊 好 我们现在继续做点 往这边探索 从上面这个点下来 在这里发现了一只红点齿蚕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红点齿蚕 特别的小啊 应该里面没有什么吃的 就饿得很臭 一般的话都因为特别的大 这个就很小 我们冻碳上 哦 掉到下面去了 哇 这个摔倒了 我们继续往下锁下 现在我们下来了 看一下 这个潭 哇 特别的深啊 是一个新型的潭 这个也算是一个地底独龙潭了 至少有5米深 至少5米深 然后冻到往这边延伸了 我们现在继续往这边探索 现在我们从行军雨站到的地方 做的这个横溢系统 过到这边来了 冻到的话是往这边延伸了 感觉像是平冻到 然后 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 这个水是特别的深的 这个潭 然后我们打水 打光打在里面去干呀 大家看 哇 特别的深 千万不要掉下去 掉下去的话 就游不起来了 好 我们现在继续往这边走 这个要踩水走啊 感觉 不踩水都过不去 这里面有很多小红莲 尺残的磕头 就是两边一个角 这里一个角 这样插着 过来啦 我们继续往里走 就不动 还很深 过来看一下 是一个裂缝 感觉好像是一个裂缝 我们继续往里走 底下还是蛮干净的 也没有什么垃圾 看 哇 哇 这是一个大深潭 这个深潭的深度 也是五六米 平动道 过去的 一直是一个平动道 但是全是这样的水潭 浮流潭了 我们这里过不去了 绳子用完了 这次探索的话 我们就探到这个地方了 下次我们继续往这个 动道深处继续探索 我的天 整个动道的高度的话 还是蛮高的 在这个 40米左右 是一个裂缝 到这里是一个平动道 我们过不去 可惜 上方有蝙蝠吗 上方是在滴水 好 我们现在的话 是从这个地方 原路返回 这里的话 还可以看到 洞口进来的地方 刚好用出一束光 刚好洞口的一束光 打到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从这个洞穴出来了 这期视频呢 就拍摄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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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